台南岩水风炮 元宵夜民众挤爆离风炮 但今年受伤人数暴增 炮城施放越炸越猛烈 旁边还射出橘红色火光 站在前几排的民众受到波及 火势延烧民众库管 下半身着火了 赶快冲出炮阵 要赶紧扑灭火势 但火太大 怎么拍狗熄灭不了 一旁民众赶紧来帮忙 有民众指控 竟然是炮城底下被插了火龙珠 直接朝人发射 一旁要算便宜 你说下面都会 台南一名男子控诉 带亲友参加盐水风炮 炮城底下却有火龙珠攻击 导致两名侄子和一名员工 受到二到三度灼伤 还有十多人身上着火 至少有八个人受伤 据了解这座炮城 是附近一间机车行赞助提供的 加装疑似非法的火龙珠 穿透衣物直接烧人 消防局一查竟然还没有登记 要说他们是藏在里面 然后而且光约不好 大家就是也可能也没注意到那么多 因为正常也不会有人这样子放炮 民众严重烧烫伤 送医抢救治疗 恐怕之后需要直皮 全身腿部多处灼伤 裤子被烧破了 触目惊心 很多人都是我们破网以后 他们陆续 才说他们也都受伤 疫情后风炮卷土重来 数十万人涌入 却造成七十人受伤 元宵盛世 如果真有非法单位 装设危险火龙珠攻击 导致民众严重烧伤 相关单位事前没有把关 事后该怎么就责 给无辜伤患 一个交代 接下来关照 沈山山台南采访报导 我是陈怡荣 波暴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